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注意观察内存插槽上一小方形里面标的电压 如果是2.5V 则适用DDR2内存条 如果是1.8V 则适用DDR2内存条 如果是1.5V 则适用DDR3内存条 第一步 将主板内存插槽两端的卡扣向外掰开 第二步 将内存条经手指上的缺口对准内存条插槽的防反隔断 再向下轻轻用力按下内存条 通常 内存条安装到位 插槽两端的卡扣会自动锁住内存条 注意 如果只需要1根内存条 则安装在DIM1插槽上 如果要组件双通道内存 则两根内存条要安装在颜色相同的DIM插槽上 即DIM1、DIM3或DIM2、DIM4上 安装第二根内存条的操作方法类似